字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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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ello 各位觀眾大家好 歡迎大家介紹太勇者神域 今次呢 就會和大家打新的雙周副本 這個 天口的魔咒 影片出遲了 因為剛才回到香港 去了日本玩了10天左右 現在很累啊 看見我的樣子都比較殘 因為已經搭零星機回來 殘忍了 不過盡快拍了這段影片 免得自己不怕拍 其實大家應該都打了 如果有玩遊戲的話 就是我之前說過了 打這個系列呢 Hugo主要是上草圖鑑 類似的 打了這個副本 希望 期待遲些未來的一些比較高難度的副本 那拍片的趣味性應該會大很多 選一個好運氣的隊友 好啦 等下插到你 那呢 呃 匹拉 即是這隻 等下要打這隻呢 那其實呢 牠 是會 呃 石化人 那隻王都會啦 那些關卡都會 所以 用牠們的那些 有些隊長技是 不會中這個石化呢 應該挺好的 所以我可以選六成 然後 力 勝重 那這個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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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高攻了 看看先 那這樣升爆了 隊長技很重要 那其實都不太高攻了 不過 個人比較喜歡這樣選 那大家可以看到 那大家可以看到 那一隊 那一隊 很努力地在黑市裡拆回來的 那一隊 龍隊 那現在 和上疾比應該差很遠 那已經兩隻特四了 那那就是 火元素神是自己 不停不停地拆這個 困難的 元素 製坦 那因為 走到日本 那 時候走到日本 那時間在掉完 就自動對戰 那最方便 就是 打這些什麼 可以 就把 他們贏掉 那現在 都快就可以 到五樓了 差 差五十塊路 好快 那慢慢來 因為都會 和朋友 玩 元素製坦的共鬥 那 所以我都不會主動拆開的 那大家也見到 有百多數 因為搭飛機又懶得玩 拿完那些時間藥水之後就沒有玩下去了 玩機好像太多了 不知道待會不會被用完就升什麼呢 不過不要緊 先拿好 因為現在都... 大家看看... 時間是... 不知道現在是... 只有一分鐘 這裡有個藥瓶就完蛋了 所以基本上一定要拿的 事不宜遲我們先打這個 那順便可以... 等一下我會打齊齊 打齊齊可以... 拿十顆石 這樣就完蛋了 因為... 始終... 真的是吵的 對Youtuber來說 沒什麼興趣 不過大家刷定就沒有錯過了 不會虧的 我這一隊呢其實... 其實很盡量用這個... 發揮了水龍王的優勢 不過盡量都不會被水龍王出到技能 是必要消除的 因為水龍王開技能呢就是... 即是我... 用水龍王做主力的話 把他的動畫放在這個... 呃... 放在這個... 放在這個... 出技呢不是不好的 可以拿走 那大家呢其實可以用這個... 換位的方法呢去... 去... 燒回自己有的珠 大家會看到我現在是... 呃... 零顆碎豬的 很多碎豬啊喂 不用那麼多碎豬啊 有... 又... 又... 爆了兩個水龍王 全部的水龍王才會... 那... 換位呢其實會重置那個... 呃... 船技的 所以暫停不換住 快點進去 有沒有機會出了自己呢 這個... 這個... 這個時候不要出了我喔 哎呀... 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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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這個... 那個水龍王真的很厲害... 一個範圍技可以50%秋生... 那... 後來呢 那次商機更新之後呢 那... 勝族那個... 選擇呢 他不... 都已經非常之多啦 只好... 對了ureng assessed 依然是現在最強勢的種族隊 有4隻魔神給你拆 還有一堆強勢魔神 像嬌蠻、穴毒等給你玩 少魂有一個強勢的地方就在這裡 雖然沒有特殊技能,但不會斷 好事來的 先收拾好位置,準備就打王 因為我用了這個月上關,我們整隊都不會石花 我之前的就拿隻龍公主的朋友都過了 即使我會石花 因為我們有這個招魂的特殊技能 不會石花,沒事的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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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個水龍收到尾 我掉了傷子 但不知道會掉了 四運非常好 五運非常好 一共的13個 如果大家要拆一拆 這應該很方便 這隻我覺得也算是 這次的女尚在裡面 也算是厲害的 畢竟是天后 在日本的時候打了幾局 那些黑拉最好笑的地方 又是她的種族 畢竟是天后 就是宙斯的老婆 竟然在看魔族 不夠素材 嘩 已經有一個波 就是這隻幾人 有一石化人 那我拿這個 這個女神系列的 希烈女神系列的 這樣就儲齊了 一 二 三 夾 有沒有辦法可以 把她們排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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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 大家會看到 這個是我儲直送的 那我特意 只要我三十六石 那我這個 中了這隻 那這隻也挺厲害的 素材也差一點就中了 不過 英五值應該不夠 因為沒有特別打到 我想我一個星期 但當我沒有打到SE 那 只是用那些 能力來打這個 火元素的元素 火元素的元素 就是彈分難 那 出出來吧 那 大家看一下 路具 我上去看看 對了 那我看到一個 遠古石雀 去到85個 多誇張啊 X級素材 不是什麼X級素材 看這些 很少 X級素材 哇 85個 好可怕 咦 有個裝備照用劍 我們現在照一下 閃了兩下 碎片 大家經常說 碎片不好 我真的不明白為什麼 因為當你一見到 閃兩下 或者閃一下的時候 你會被中一個X級碎片 或者可能 你是玩魔隊的 中一個厲害的魔族碎片 或者是 玩妖精隊 中了聖公主的碎片 嘩 不知道多好 碎片 其實是絕對好事 尤其是在閃幾下的時候 我常常叫碎片 例如你抽蛋 閃三下 碎片 碎片 沒錯 還沒突破 還沒突破一次 還沒突破一次 主要是想玩 之前Simon神 有說過的一個 玩法 我以為這個示範給大家看 會不會不夠打 應該會不夠打 主線還沒推好 那我想繼續推下去 然後這個關 應該就是火主 要打 現在主要是玩水龍王 咦 我還沒盡力包 B級素材 B級素材真的很難打 B級素材 88顆 神經病 先消除那個 金塔 火這麼多金 抽這麼多東西 都是很少東西 所以我也不明白 這些人經常遠遠點 我都不會好得去他們 我都玩到 等等 我最近的進度 慢了很多 但是 都不是射擊特四的 火元素神 定位很簡單 就是坦了 這個 三萬四千幾血 三萬五千幾血 三萬五千幾血 我裝備呢 是一個B級 完全不適合的裝 來的 穿錯裝 就是 都可以做到 三萬幾千血 當然 都不夠水龍王 因為我 之前就 我是 這個黑市道買回來的 我並不是 抽回來的 整個突進 這個突破都是 那這把槍都是 不過這把槍就不同 這把槍就不一樣 很難 非常幸運 因為有馬看到 那些 賴蟻群的人 在講武器 就是 抽一下 抽 抽 閃了五下 哇 幾開心 那 星爆了 最喜歡用他的 水龍王 是我的隊伍的主 很多人 覺得他不厲害 其實 錯了 這隻 很厲害 可以在很多情況下 購了你一命 尤其是 尤其是 特殊技 已經夠厲害了 那 主龍技 在一些特殊情況下 先發動 是最好的 還有 如何控制呢 剛剛大家也看到我 換位燒豬 但如果 如何控制 可以不影響到 他放特殊技 就最好 因為換位就會歸回0 因為連續要放4 攻擊豬 才會發動到特殊技 那隊長技當然不用說 龍族最基本的 一個隊長技 超級厲害 那 大家要比較 只要找 隊長技 對我 很明顯 看得出 哪一個更厲害 很明顯 就是水龍王 很厲害 因為 你一開始的時候 完全沒有東西加 這個 把整個隊伍的進度 拖到慢 不是很好 龍公主 龍公主意外地 就比較少水片 因為我龍公主 是自己用 聲文 和自己抽的水片 合回來的 對 真的 什麼好東西 沒有抽過 我抽很多抽 主角量 1 2 3 抽到很高性的 1 2 3 4 That's it 哈哈 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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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見這個 除了水主以外的龍族 全部 儲齊了 全部盡花了 這是 收集狂 基本要做的事 好啦 那今集的 都說了好久的事 今集的 先走走 暫時來到這裏 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